大家好,我是最蓝,欢迎收看最蓝解说三国产国战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国家的视频,也是吴国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国战里面的吴国,因为打团打起来的时候 是比较就是,卫国是这样的,卫国是一个翻面控制流 那么吴国的话是一个刷牌流 那么一旦吴国打起团战来的话,就是牌换牌换牌换牌 主要重要的就是这个以孙上香为核心的一个消极流 以及以陆迅为核心的一个这个叫什么 夺势流,就是四个国家一起,四个吴国或者三个吴国一起夺嘛 固牌量就很大,还有就是以二张为核心的气牌流 二张为核心的话,气牌流就是把排气给二张,二张去打输出 二张贴装备,都是都,这些来说都是一个玩这个排叉的 这是跟卫国的打法是很不一样的 卫国是打前击团是特别厉害的 卫国打前击团是通过AOE卖出来然后去翻面 翻面去打,然后吴国呢是通过在这个前中期 前中期去这样去打一个排沙流 那么二张同时呢还会配一个大桥 那就会更加恐怖 所有人贴上洛布斯鼠牌都给二张 好,那么剩下来就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上几个视频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一局呢 是跟我们之前所讲的都不太一样的一个 是一个徐胜丁凤 为什么要看徐胜丁凤呢 因为这局的一个画面实在是非常精彩 这边有人认出我了 吴中生有 吴中生有,这边起手器牌也是比较低调 吴中生有一下,捡一码挂起来 前面我来丢一张乐布斯鼠这样的嘲讽呢 丁凤这个技能是这样的,短兵和奋讯 奋讯他可以把这个一个人的这个距离变成一 然后我短兵呢就是我杀一个人可以我再额外指定一个距离为一的人 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丢一张牌成功变身为太史词 成功变身为一刹太史词 这局呢我们拿到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叫三千两人刀 以及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叫负一马对于丁凤来说 都是很,这两个装备对于丁凤来说的话 是可以把它的输出程度给变成很高的 那么一会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表演呢 好,第一轮那么讲解完这个丁凤的技能之后 我们看到第一轮已经进到初始的一号位置 曹仁大将军怒放拳我们 我们再打一轮出杀 这里出红杀留属性这个细节大家要注意 借刀砍人换刀换官司服 杀一刀远远的杀一刀 希望能够加快这个节奏 杀出一个人来 在小乔呢默默亮出来表示 我是小乔都别弄我 不然我弹死你哦 这里这个闪呢 其实说你出七点的闪和二点的闪呢都可以 但如果仔细讲的话 其实是应该出这个七点的闪的 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人叫泰史词 他可能需要来跟我拼点对吧 那我们这个时候有个小点就会比较好 这边鲁素亮出来了 鲁素亮出来还是比较凶的 那杀一下 那么其实我们这边杀已经是跳舞了 最好这个地方呢可以亮出来 亮出来会好一些 亮出来的话避免野心家 真的出现一个态史词 但是态史词有K点这又不一样 不需要找队友合作 你不马老板强行的要回血线 我拆桥 更逮何时 那刚才如果我们应该亮一个怡尘 怡尘的话这样不管谁挨杀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去给他摸一张弃一张 这是徐胜的技能 徐胜技能叫做怡尘 每当自己同国级的人被杀的时候 可以令他从牌队里面摸一张牌再弃一张牌 好这里周瑜亮出来 这边都是飞舞 我们都知道都是敌人 然后香香出来了 香香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起来了 这边去拆这个 然后顺手剑阳 酒杀 好这边给他出一颗桃 看看香香有没有第二个桃 如果有第二个桃就可以捞起来 捞起来就比较好的 还是四个人打比较好 这个地方朝人是不该休息的 因为一旦休息 你的牌就变成别人的了 等会就会变成别人的 现在他是先换一下孙上香跟张辽的 好我们亮起来 猪蓝笔和摸牌 远叫进攻一下 然后杀 然后短兵 三尖刀 三千刀这里他有马术 然后可以刀他一下 这边有负一马可以刀他一下 可以看到这一张杀是装到了几点输出 杀马腾一点输出 刀这个一点输出两点 杀他一点输出 再刀一下四点输出 就是当丁凤有了三千刀和负一马的时候 这个效果是非常恐怖的 一张杀四点伤害 好移成一下 就一个再一个桃 断其量贼可勤也 朱连闭和 那这边可以吸血鬼吸吸血 好移成一下 希望能够找到一张无蟹 找不到呢 那么孙上香就只有记牌了 那吴国鲁肃也是一个牌下流武将 以和为贵 再杀一刀 无蟹可击 好我们又可以吃先杀一下 短兵一下 然后再三千刀一下 然后啪啪 这一张杀呢三点输出 如果有个桃子把它捞起来 又可以去打个岩一下 又变成四点 决斗他 然后打死对吧 这局好看就好看 在丁凤又有三千刀 又有这个负一马 都不需要发动赠讯 就可以免费的去短兵一个人 然后这边投降了 这里主要是丁凤这个技能武器 耍武器耍了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吴国带的几局团战视频 这里的话是一个周泰配了一个陆讯 陆讯 制作选陆讯的原因是因为陆讯 他不怕乐 同时还可以去搭配孙上香 而且他的一个团战的夺势技能 是比较不比较不错的 五风灯 五风灯 这边打起来 一代劳 然后呢 继续 我们还有两枚数奖吧 两枚数奖还是比较适合国战的这个速度感觉 两枚数还可以 贴他刀 九杀 这个九比较多了 就杀他 我们打国战浪一下 是吧 就杀下架 二张起来 周瑜起来 我们快一点 气盘 这里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二张柳 三线装备一贴 所有人都贴锁起来 顺手起凉 直接是贴个四套装 以为是孙上香 结果才就发现不是孙上香 不是孙上香 是的 我是灵天忆的好朋友 不是孙上香 那没办法 看香在哪里呢 香香不出来 又难瞒入侵 火杀 无懈可击 无懈可击 再棋牌 自己这边看了一下 不是感叹 然后这边孙权出来 那就发现了 已经这个人不是吴 那我们也不用担心 野心家的问题了 那这局 我主要立功在哪里 主要就在第一局 我起手的时候 特别赶忙 特别忙去下家 忙去下家之后 贴给下家叫勒布斯署 不然这个董卓 袁绍 第一轮设起来 还是比较难受的 我这里铁左九杀一下 摸了一张桃 桃就不用吃了 因为我们周袋 夺试一下 给大家过一下牌就可以了 所以乐大的立功 三打一 对面呢就在脱管 不投降 是吧 继续边吃 火候猜桥 护肠老虎 之前呢是弃了一张 明AK给二张的 那么这边脱管 把这个牌全都给二张 二张再一拨 哇 你看这牌量 二十几张的牌 拉出来这个屏幕都给铺满了 是非常壮观的 老陈直言 老陈直言 不投降 我们也不看了 即便他不投降 我们也不看了 好 这里的话 我们是选了一个陆讯二张 陆讯二张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陆讯流和二张流都存在 他不投降的原因是因为 没到十分钟 我忘记了 忘记他不到十分钟 所以不能投降 是我们不给他机会投降 主要打得太快了 好 这也是我们就直接手量 直接手量啊 看到我打国战就这样 手打直接手量 很多人认为我这种打法是不好的 那么因为我们是经常在做直播 所以呢 我们要打得奔放一点 这样直播的协目效果会好一些 而且呢 其实 一般来说 吴国和卫国是不太怕手量的 如果 如果是有可能大国的话 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比较容易形成大国的 这个人 吴忠生有要加一码 三尖刀 然后弃牌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他有点不像是吴国 要不然他会把装备贴给我 把装备贴给我 如果二张物性亮出来的话 你送上箱就直接亮 然后贴装备给我比较好 对吧 你看你现在 我浪费我一张过拆 之前你把牌直接给我就行了 我给你夺视起来就是了对不对 肯定要亮的啊 这我们讲一下这个箱箱可以直接亮啊 好 箱箱亮出来 无屑可击 我死不明目 我牌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箱箱容易被玩杀 好 大桥桥亮出来 那么就出现了大桥二张啊 大桥去打人 大桥去乐人 然后我们二张去减排 箱箱去睡觉 回不血战 这边添渡一下 还比较伤 这轮呢可以考虑乱五 如果不乱的话 孙剑是肯定不会死 乱了孙剑才有可能死 其他五股开出来 打一张国无蟹 没有乱 没有乱我们就等于挺了一回合 就火杀 那么这边看一下箱箱出不出逃 箱箱出逃我就出逃啊 好的 跟起来 这边彭德周氏 你摸牌 摸牌 摸完牌也是我的牌 给他闪 我们拿武器拿乐 这边倒是可以放权他 好 九杀 那这样应该是救不起来了 虽然救不起来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个三打四 目前是三打四 又乐 乐香香没关系 乐香香没事 乐香香的话 反正牌是给二张的 当然这边添渡 运气不错 接到杀人 然后弄一波 铁锁连环 顺手牵羊 鲁锁刚才其实可以亮一下地蒙 一带牢 香香这里呢 还在一直换装备 最后发现他是这个一个 我认为香香不应该去挂 告诉他把香妹气给我 我给他穿这样会好一些 他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因为他是孙权 送上香 如果是孙权送上香 那就是可以让他这么去玩 可以让他这么去玩 可以去这个 自己穿装备 自己去制衡 以及过海量会比较大 这里这个AOEA的比较多 是为了去打人 好这里又没有拿到九杀了 围成者 九雷杀 好的 实在是守住了 实在是守住了 武功一下 看到这个大乔二章 陆迅流 全都在这些武将 我们刚刚讲的都在这里 这就是无国团战 无国团战就是一个牌的战斗 或者刷牌量 不断的去刷牌就赢了 摸的牌比你多 那自然就会赢 胜率就比你大 是吧 好那么本期的这个 无国国战的这个视频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最蓝 大家拜拜